我的资料来源 我在我们上个礼拜的云端上面其实也有放 那这里面的话其实这个资料都是活的 实际上你们只要Google内政部的实价登录 这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实价登录的官方网站 那我的资料来源实际上就是从Open Data免费下载 那这个内政部它有提供好几种格式 现在政府的开放资料不外乎就是常见的 其实当然跟Excel最相关的其实就是这个XLS 或者是如果没有这个格式应该都会有CSV 我看好像网路上开放资料最多的好像是CSV 因为CSV的话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纯文字 只是说这个纯文字档中间它的分蓝的方式是中间加逗点 反正蓝跟蓝之间加逗点 当然你也可以用Excel把它开启 那或者是什么TST Excel相关的资料 那当然你可以选 如果我之前是这样 就是选Excel然后呢 那这边有分本期 那本期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106年的第一季 那它这边还有非本期 因为这个资料量非常的大 所以它从101年 从第四季开始 有实价登录上路 它就把每一季每一季的资料呢 通通都打包 所以如果你想要抓那个 每一季 当然如果所有的资料你变成说 你要把所有的资料通通抓下来之后呢 再重新合并了 你才有办法抓到全部的资料 不过我发现这资料量其实非常的庞大 光一季啊 其实就要跑蛮久的 所以基本上呢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再把这边资料抓起来 那我是利用实价登录 我稍微把它做一个整理 然后变成一个范例档案 那上个礼拜的话 基本上就做了一个什么 所谓的那个 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那你做完 你当然下载这个资料 并且你把你需要的资料 把它整理 比如说我把有些不需要的栏删掉 另外我只有加工做一件事 它单价是每平方公尺 不过跟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 那我就用Google搜寻一下 那个平方公尺 怎么样换算为每平 那反正Google找一下 因为这个不常用 所以就把它换算一下 就得到最后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你会发现它是H2 其实就是除以那个0.3025 这个也是从Google到的 所以每平我们比较习惯的这种换算方法 而且每平的换算方法 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的房子是 实际上你买到的坪数 跟你真的住进去的坪数 其实还是有一个蛮大的落差 你五十几坪 如果新的房子 你看一下好像也没有很大 而且以前的算法 如果旧房子的算法 它是从那个墙壁 外面开始算 所以你那个墙壁的厚度 它也算在你的那个面积里面 OK 可是最近有修法 好像听说不是从外面 因为你如果墙很厚的话 那当你扣掉很多 所以它是从中间开始算 一人一半嘛 所以以前是建商 所以建商故意把墙弄得厚一点 里面所以塞一点保利笼 塞什么罐子 对那这样也算 因为那个都算是面积里面 它卖给你 甚至好像什么雨遮 以前也算 那个雨遮 一个突出来一块 那个突出那一块 那也算面积 不过好像听说修法之后 那个就不能算了 比较合理一点点 那每一瓶多少 那当然如果你要做筛选 我们就 我就大概把资料 原始资料 网路上的road data 把它抓下来之后的话 然后呢 当然你不可能马上可以用 所以我如果需要是 我想要查询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查一下 附近的那个房价 比如说上个礼拜是博爱路 那今天的话 也许我查一下 假设中华路的话 那这地方的话 当然就可以查一个中华路 那如果说你不会做那个查询系统 那也变成你要手动 用筛选也可以啦 不过一般人 也有可能会把它丢到资料库 丢到资料 SS或者买SQL MS SQL都可以 也可以透过SQL预计法 再把它查回来 可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你只是一个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要弄得那么复杂 就是弄一个资料库 因为你要把它丢到资料库 再把它捞回来 那不是有点是什么 又要再多一个系统 那倒不如我们现在的做法 是直接把SQL当资料库 那不需要SQL语法 因为在SQL里面呢 就有类似SQL的 select那个查询功能 那我们是用里面的 那个资料里面的筛选功能 然后并且把它录制聚集 应该还有印象吧 录制一套聚集 然后呢 增加一个这个叫Input Box Input Box抓到一个关键字之后 我丢给一个X 而且这个地方 筛选的方式还要记得 有那种等于的方式 还有用那个所谓的 关键字的方式 那我就把这个查询出来之后 另外呢 你可能要知道就是说 那个工作表物件 比如说我后面他要做什么 包含就是说用筛选 筛选完之后 中华路 关键字有中华路的那个 那个路 帮我留下来 那找到之后呢 我就游标放A1 Ctrl序的向右向向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 怎么样 复制 再贴上 可是贴上你要需要什么 一个这个东西 工作表 再贴上 所以可能你需要多了解一个 用那个选择物件 有没有 如何去帮你新增工作表 到所有的最后面 最后面的话呢 就是选择点Count 还有印象吧 然后呢 再把它重新命名为那个中华路 所以你也要学会如何针对工作表重新命名 工作表里面有个属性叫点Name 哪一个点Name呢 就是序的点Count 最后那一个 序的点Count就是最后面那一个 帮我重新命名为中华路 OK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中华路做完之后呢 把它贴过去 贴完之后呢 栏宽 重新帮我再调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就有一个中华路的资料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按确定 实际上这边中华路就产生了 栏宽也自动调整 那你可以看一下 中华路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里面呢 一定会有中华路这个关键字 这个怎么做的呢 实际上 就是上个礼拜讲的 OK 如果你有点不太记得 你可以回头看一下 只要中华路这关键 当然你也不是只能够查 这个第三栏 C栏 你当然其他栏的方法都一样 稍微改动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可以 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我这个抓的是100 好103年的 好像是第三季的吧 OK 所以当然如果你要抓其他资料 建议啦 如果你有时间全部把它抓下来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 实际上登陆 历年来 所有的查询系统 恐怕那个 房仲它也不见得有啦 所以你可以历年 如果你有想要买房子 那那个资料下载下来 它有全省的 那我只有抓那个台北市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全省的话 哇 那里面比数是非常非常大 一定是超过我想几十万 甚至百万笔都有可能 那如果百万笔 其实当然用Excel来跑 恐怕会稍微卖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大量资料 你可能就要想到 用MySQL来处理 所以如果兴趣同学 想要多多练习的话 其实不妨可以再把前面的东西 再复习 就是说 开放资料下载 然后呢 丢到MySQL 再从MySQL查回来 产生一个新的工作吧 其实这些都办得到 而且目前 在工作上 工程师设计的流程 也是大致上是这样子 OK 那只是说我们 把这一套东西简化了 OK 中华路查出来 那里面 当然 美平的总价 这都是几千万以上 不过好像还有 有一个是一百万的 哇 你看 最高大概四千五百万 对不对 最低有一百万的 一百万 那当然你可能就讲 一百万是什么样的房子 你可以看一下建筑完成年月 民国五十七年 所以它已经接近五十年的 古迹了吧 是不是 OK 那你一百万了 恐怕你要 再花个一百万去装修它吧 OK 其他当然这些 等于一个相关讯息 那今天的话呢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我要一个一个这样查 有点麻烦 你可以帮我干脆 我就想要知道哪一区 哪一区 OK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批次查询 刚刚是单次 你需要有个关键字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是批次的话 那所谓批次就是说 你第一个需要知道 台北市总共有几区 那我就针对这几区 自动帮我产生我要的那个查询结果 所以第一个如何产生一个什么的清单 OK 如果你要批次的话 特别注意 批次查询之前呢 你要先建一个所谓的清单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清单跑个回圈 从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一直查到最后一个 OK 所以那清单要如何建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当我批次查询 有关那个行政区的部分 那我可以怎么做 一 先把A栏选取起来复制 切到清单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空白 你就把它贴上 A栏的地方 把它贴上 可是问题有重复的怎么办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用什么 资料里面有个 所有的移除重复 那移除重复里面 你就针对目前选取范围 做移除重复 有没有标题 有标题打勾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他会帮你留下12个行政区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交易标的的部分的话 那如果我交易标的也要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复制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针对的是 也是贴上 那一样怎么 移除重复 那不要扩大 因为扩大他会参考别来 那把移除 有标题 确定 OK 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台湾蛮特别 就是你买房子 其实你是买到的是土地加房子 两个是分开的 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 这个是房地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车位 权状也是分开的 OK 然后还有土地 土地是另外的 然后还有车位建物等等的 那这个建物就是没有土地 只有地上物的样子 也有一个权状 OK 另外后面当然还有美瓶的单价 如果我今天希望美瓶单价 所以为什么美瓶单价 一跟二 这个地方主要是 我希望查的是介于 这个是从零到五十万 就是五十万以下的 帮我查出来 那五十万到六十万 帮我查出来 那我可以分别呢 再帮我 这个就批次了 那你可以多几个range 他会自动帮你批次去查 所以第一个 你要批次查的话 那你第一个当然是需要做一个清单 第二个的话呢 实际上 你还需要了解哪些呢 如果我希望批次的话 那我可能会希望 在结合回圈 把里面的资料 先通通抓出来之后 再查询 所以呢 可以结合刚刚单次查询 变成批次查询 OK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待会儿 开启那个 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 然后呢 把它稍微了解 复习一下 上个礼拜这个 这东西 这东西在哪里呢 实际上 在云端上都有 你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的 第问题05 文 资料查询 这边就有一个实际上登录了 台北市的部分 城市在这里 范例在这里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 上面有相关说明 上个礼拜的东西 全部都在这里 刚刚那个按钮就在这里 筛选地址 加上房呆 这个跟前面都一样 那这个是共用程序 那待会儿我们要继续往下走的 就是有关那个批次查询部分 批次查询先建清单 那后面我们再来看 如何做批次查询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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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试一下